音樂 我覺得咖啡是我們每天都要喝的東西 然後再來咖啡好喝又便宜 又可以喝到林姿的健康 而且我覺得分享也不難 跟我以前做了微商 雙赫完全不用囤貨耶 我覺得在雙赫的投資報酬率 真的是高太多了 一一咖啡計畫最吸引我 就是簡單易懂好學 把喝咖啡的喜好變收入 再加喝咖啡就可以賺錢了 一一咖啡計畫呢 我認為它最棒的優點 就是因為便宜好喝又不用囤貨 那甚至我們40歲以下 還不用加入的費用 這所有的點都可以解除 客戶對傳直銷排斥的地方 那麼加上其實咖啡呢 是現在人人基本都要喝的飲品 那所以它不但可以從每天喝的飲料去做替換 甚至延伸到事業的推進 我覺得都比過去簡單非常的重要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夢 只是找不到可以雲夢的機會 一一計畫呢它的低門檻 讓我們能夠輕鬆而且大量的吸納新人 這些新人又透過公司的資源 系統的力量 能夠很快速的了解雙赫的全貌 所以有人開始因為靈資而健康了 那有人因為這個事業增加收入 夫妻感情更好了 在他們未來也充滿了夢想 所以咖啡計畫是開啟人生 運夢的好機會 其實我們最喜歡雙赫的一部分 就是有一句slogan 我們應有夢想而偉大 我們可以一起實現夢想 幫助許多有夢想的年輕人 一起進入雙赫 勇敢追夢 勇敢打拼 所以我最常問心靜的夥伴一句話 你的夢想是什麼 並且鼓勵他勇敢追夢 其實我做過非常多的工作 薪水大約都落在2萬塊到3萬塊之間 那在這裡真的顛覆了我對傳銷的一個想法 因為門檻只要400塊 然後又不用花錢囤貨 一直要依照上線的指導 簡單複製就能夠經營好這個事業 而我也常帶著我的孩子 跑咖啡趴 然後跑會場 那孩子是我衝刺的最大的動力 我們這麼拼不就是為了想要讓小孩 有更好的未來跟規劃嗎 那2017年的時候呢 因為我的親舅舅急性腎衰竭洗腎 那大家都知道腎臟壞掉 不像肝臟會再生 那沒想到呢 這個時候雙赫推出的 類伯伯靈芝聖結靈芝呢 三個月的時間 竟然可以讓我舅舅逆轉洗腎的問題 這也讓我從事將近10年 生技業的經驗 想要去了解雙赫的產品 真的有那麼厲害跟神奇嗎 所以我參觀了農工廠 我看了所有的學術研究報告 讓我真的很認同雙赫的理念跟產品 進而讓我想要跟父母親一起從事雙赫思列 因為我母親她之前的胃部有腫瘤 那她腫瘤那時候已經到要拍刀的狀況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開始讓她吃真品跟乳酸菌 一個月後發現她的腫瘤 從三公分縮小到0.7 到現在因為她持續在吃 她現在腫瘤已經是完全消失了 所以我是這樣子來接觸這個雙赫 我們在雙赫已經快30年了 見證了雙赫在零資生技 跟產品研發的努力和企圖心 從菌種的研發 科技溫室農場 到專業製程的永建工廠 這些條件讓我們取得國內外 最多的功效認證 前幾年雙赫又投入了技資 成立了實驗室 專門來研究指標性的列表靈資 讓雙赫靈資能夠救人的價值更加的彰顯 我覺得雙赫這三場 包含農場 工廠 會場 是雙赫培育領導者的一個要來 其實一個新朋友如果有去看過農場 你可以看到雙赫公司 投資那麼多的精力去研發溫室科技農場 為了就是要讓我們365天都有靈資可以吃 那在工廠呢 你可以看得到雙赫靈資兩端式萃取 以及存化技術 然後整個品質檢驗中心的一個建構 這樣子你在吃靈資的過程中 你會吃得非常的安心 那在會場你會感受到大家的熱情 感受到雙赫單一教育系統的力量 所以我非常強烈建議各位新朋友 如果你要加入雙赫 你一定要好好來走這三場 雙赫的教育系統能夠訓練傳銷商 在市場上的經營能夠更加得心應手 雙赫講究的是付出 雙赫的五大信念是給人健康 給人信心 給人希望 給人成功 給人歡喜 因為付出所以富足 如果成功有更簡單的方法 那就是經營雙赫的事業 我在雙赫真的是重新認識了自己 我發現當我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之後 就是懂得開始學習付出 先改變了自己之後 周圍的人也跟著改變了 那其實在雙赫的腳步 我是不會停下來的 鑽石是一定要達成的目標 那我有一個更大的夢想就是 我希望可以在高雄買一間房子 然後讓我的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我們在雙赫不只賺到錢 更賺到了連金錢也買不到的夫妻關係 以前我們兩個夫妻 講不到三句話就吵架了 可是現在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在家裡完全沒有負能量 我想要再一個目標就是 要跟著我們的上線秋雨秀 衝刺鑽石 然後再來 要帶著我們的夥伴 一起明年去海綠 我們夫妻因著咖啡計畫 興起發光 我們也相信有更多的夥伴 會加入在我們當中 接下來我們的目標就是 希望在年底 能夠再上一聘 那並且幫助更多的夥伴 能夠去參與雙赫的海外旅遊 因為我們也相信 我們即將成為那閃耀的鑽石 那明年呢 我想專任是一個 一定要達成的一個目的 那我希望在2020年之前呢 我可以協助七位夥伴 得到健康跟成功的 副理資格 也讓自己可以邁向災轉這路 讓我們都有給予的能力 幫助更多的人 雙赫讓我更勇敢更幸福 創業平台 雙赫以愛帶人 富足人生的首選 在雙赫只要努力付出 就能圓滿你的人生 雙赫是值得你奮鬥的地方 雙赫以愛帶人才會 雙赫之間 雙赫以愛帶人 雙赫以愛帶人